快吃拉面 这个拉面呢 当然汤头是一个重点 而另外在面的本身呢 要能够弹牙 这个口感才对嘛 扬州这位师傅呢 在空中啊 那边甩他的这个 拉成很长的这个面条 而且还自创各种的舞步 大受欢迎 手中的一小块面团 一拉一弹 瞬间变成细细的面条 在空中飞舞 他就是扬州著名的 拉面歌高振华 前进后退再扭个腰 两公尺的面条 忽前忽后 宛如零蛇飞舞 还不会打到客人 而拉面歌自创的舞步 大雁展翅仙女散花 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等舞跳完 拉面也正好下锅 看到拉面歌 把拉面舞得糊糊生风 不少客人也想上场 PK一下 拉面歌 刚才怎么回事 刚才怎么甩断 甩断了 可能进攻大了一点 又技巧 不是光控买你甩的 拉面歌当然是有练过的 可别看他年纪轻轻 做拉面已经有七八年的资历 在200到300左右 拉面歌跳的拉面舞 这项绝活 为餐馆带尽不少生意 许多客人不止来吃火锅 更想一堵拉面歌的精彩表演 终结新闻来 小薇综合报道